马云天女士很早就来到美国 因为在国内她的财产被中共抢了 那么她就一直在美国成为一个访民 访民是中国特色的一道风景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访民在美国的 就是中国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的中国 他们有访民在美国讨公道 马云天女士曾经在2015年和2017年 两次拦截习近平的车都是拦截成功的 那么她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不仅旧的问题没有解决 新的问题又出来 中共就对他们的家属和丈夫和儿子进行迫害 进行刑事的指控 然后又把他们家的孩子控制起来 不让他工作 不让他交女朋友 那么这种迫害就是越演越烈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来美国参加APEC会议 马云天决心到旧金山去 第三次拦截习近平的车 要向习近平讨公道 那么这件事情今天要跟媒体记者们 大家说一下 公示一下这件事情 下面我们今天的主角是马云天 我们请马云天来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我们可以 非常声揚大家 感谢大家的到来 我是吉利宝贝马云天 曾经在美国两次搬接习近平的车队 2001年我在中国的工厂也是房子 被强拆至今没有给补偿 现在已经23年了 几经中有了 现在就是我的儿子和我的丈夫被中国政府非法剥夺正常的公民权利 失去牵托和工作的自由 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说明中国依法治国保护私有财产 保障基本人权等方面落差太大和他宣传了 我的公司是建立于1989年 2001年长春市政府开发商 在开发商没有任何合法的手续的情况下 在我那个工厂所在地进行商业开发 那就是他们看好我那块地儿 他们想做买卖 那就依据开发商的土地审批手续 我的工厂所在位置根本就不在它的开发范围之内 我的公司呢有合法的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 用工合同 房屋产权证 土地使用证 那边那个 房屋产权证 证据视频 那个是一到十个证据 它里面没办法放那个 TBS的档案 所以现在只有影片档案 那个没没有办法放吗 对 他现在读不出啊 好 那我们继续吧 因为这些呢 就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做了一个片子 今天说没有办法放出来 那么都是有证据的 存在的 第二年同年9月 就是2001年9月 那么尝试拆迁办 给我公司下发了 限期搬迁决定 就什么也不敢 无条件 你就要搬走 同时申请南关区法院 强制执行我 那么我对他这个 限期搬迁决定不符 到长城市政府行政 服役办公室 申请行政出役 服役办公室 向长城市拆迁办 和南关区法院 下发了停止执行通知书 那就说 若执行讲给当事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你的那个实用法律错误 程序也违法 所以说在这个是证据11到15 那么今天没有办法放 没有办法 让大家看得到 同年9月28号 拆迁办又给我下发了裁决书 就是在这个期间 开发商没有任何合法所决 政府法院 开发商 勾结在一起 就是说 限期搬迁决定不行 又给我下裁决 裁决工厂 按民宅处理 可以说我损失了一大块 那么民宅 你给够我 当时我也认可 因为我干不过他 那么就民宅又烧给我50多平米链接 在这种情况下 10月12日 进行强裁 就是有政府 蔡清曼 南关区法院 开发商和开放商 雇佣的一些把手 就是当时在场的我们家 只有我60多岁的母亲和 一岁半的儿子 所以说他们进去之后 拎脱袋的 把他们俩俩扔在大街上 当时我母亲是轻微的脑出去 我儿子高潮一夜 第二天 整个第一线病 可以说我在当时看到那个场景 整个家里了 人进医院了 什么心情至今我说不出来 至今我说出来 真的很痛 那么呢 我对他们的判 就是下个裁决不服 然后我起诉到法院 医生我败诉 因为审理案件的法官 就是当时强裁我公司的民邦人 所以说我败诉很正常 二审法院 因为中国是中审之两审 那么二审法院判我胜诉 就是认定 就是认定他们就是程序违法 违规 那么可以说我胜诉了 但是我同时申请法院行政赔偿 可以说行政行为错了 那么我申请法院行政赔偿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法官刘初起跟我们那的开发商 他们是有供货合同关系 就说白了经常是有拉手事在里面 那么他呢不支持我行政赔偿的诉讼 请求 所以说直到今天 政府法院包括开发商 没赔偿我任何一封钱 那么2003年 长春市政府内部通报 行政错案九起 我的案件是错案之一 后来呢 就是我在国内上访了12年 可以说该受的打压 该受的罪 我满天都受不了 就是堆黑监狱 我不知道我是堆了多少次了 所以说在这个2010年 我曾经去这个上海事播会 没干什么违法事 就从北京买一张票 去上海事播会 下车就被控房的警察给抓了 抓完之后前返到长春市 当时我们的市长崔杰下令 就是拘留 教养二年 这二年还没教养成 拘留我十天 拘留的理由是 我不回答公安机关未化 这些都有证据 但是今天放得出来没有办法了 那么以后我会补充这个证据给各个媒体 然后呢就是 2013年29号 我来到美国 就是在中国呀 生命财产 人生安全干脆就没有任何保障 我也很恐惧 那么2013年 我来到美国 到了美国之后 那我就利用各种办法 希望能够引起中国高层的注意 包括我希望通过大使馆呢 或者是我们国内的一些人呢 能够对我这个事产生重视吗 那我就通过各种办法 一直就是在这里是三年 没人问军 包括大使馆也没人问 那么在15年的时候 习近平黄美没办法了 当时我记得我给我们省长省委书记 包括当时大使崔天凯 我每个人去了一封信 我告诉他们 再给我解决问题 我要拦截习近平的车 我给他们放完信之后 他们没有任何回应 那么我在15年的9月25号 习近平黄美 在美国博物院门前 我拦截的习近平车队 这个这次拦截习近平的车队 为什么要拦截他 那么就是说 我要把他说的一句话 在他的一个报告当中 他说的一个话 我都给大家 那就是江山就是人民的 人民就是江山 全党都要坚持人民的立场 人民至上 坚持不懈地为人民拜实事 拜保持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对人民饱含深情 心中装着人民 工作为了人民 向群众之所想 及群众之所及 解群众之所及 之所难 密切联系群众 一心一意为老百姓福 以为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 诠释全党人 共产党人 我讲 我将无我的 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 说的太好了 我很感动 所以这也是我15年 为什么去接车 为什么这么信任 车是结了 他们也派些人 收了访民的材料 但是 我真的雪上加爽 事与愿力 那么从15年开始 他们就开始对我家人 进行了一系列的监控 2016年 我给我儿子老公 办好了移民手续 就是 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 长春市的进 出入境管理局 开始找我老公谈话 长春市长安区公安分局 到我家搜家 把我带好的美国移民手续 和老公和儿子的护照 全部收走 就说你们被颠扣 你们不可以出国 同时 给我老公和儿子口头 出了一份 取保护审 口头了 没有给正式的资料 然后呢 就说理由是怀疑他们偷渡美国 而我们都得拆拆是移民 移民美国的合法手续 他给我们的理由是我们要偷渡 这是2016年 2017年 就这个阶段开始 我们家楼上楼下摄像头 监听监控 到哪儿去 到哪里去都要报备 就是他们一直跟着 等着2017年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同样是给省长省委书记 包括大使馆的大使 每人各去一封信 说明这些情况 回头了 他们还是没有音讯 2017年 我在这个福利里达第二次拦截 习近平车队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期间呢 就是 没有就是给家里人 就是我儿到哪里去工作 不到三天 公安局就去 让老板辞退我儿子 然后呢 今年 2023年的4月16日 我儿子养小到广州去做生意 那住在表哥家 长春市公安局 到了表哥家 直接就把他带回长春 不走不行 居住票子开着 如果你顺丢跟我们走 那么居留就免了 就是到了长春市 在南岭街派人所 关了一天一夜 然后这边打电话 要传讯我老公到派出所去 什么就是逼着他们 就是你不签字 在区保护水上不签字 那么就是不换人 没有办法 他们也点 好像是我儿签字 我老公密签 理由还是他们要偷渡美国 那这个偷渡美国都是在家里呆着 长春市不是边境线 广州不是边境线 如何投入 证据何在 没有 就是他们怀疑 理由就是我拦截了习近平的策略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我不知道哪里不好 然后呢 他们呢又是 这个因为这些所有的证据都有 包括我老公和就是我儿子移民美国的手续都有 这些证据全部都有 完了 2023年那个 我看看吧 2023年 我儿子 就是 对 这是六月份 南岭派出所 口头打印我儿子 可以到广州去打工 这就是这几个视频 就是 头一天打印 第二天早晨 我儿子买好机票 他们在楼下等着 堵着 不让去了 又开始抓 又开始打 抢手机 这就是这几个视频 当时我儿子录完这个视频 发给了我 结果呢 他们说威胁他 你不能往外乱包 如果乱包 最后你要有后果 哎呀 然后呢 后来我儿子自己偷着 就去跑广东去做生意 他有两个合伙人 投资了四万块钱 然后呢 他们呢 这回呢 就是不找我儿子 不封命 直接找了 把他身边和我做生意的人 开始找他们 他有一个朋友家里 是开交易站的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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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厨楼 开交易站 那么公安 税务 罚他们家十二万 让他们家关门 条件就是 你们不能跟 杨矮孝在一起 做生意 必须得逼着他 回昌村 然后呢 同时呢 就是把他这个 合伙人 都抓到派出所 像犯罪协议人一样 打指纹 照相 干什么的 在一个 我儿子在广东 住的房东 必须把我儿子 因为他住房子 在广州 他没有房子嘛 然后就必须让他 那个广州的那个 房东 把他驱赶出来 同时把他银行卡 停掉 就是逼着他走投无路 就是没有生活 他处了一个女朋友 公安局到一个家里 说我在海外乳瓜 我也就要我自己的财产 说了点真话而已 讲的是事实 我没有骂什么共产党 我也没反对 哪个领导人 我怎么叫乳瓜了 说是你的姑娘 千万别跟杨海啸 别想 就是把他身边 所有的人 就让他孤立他 他现在很口拒 甚至于他都哀求 公安局的人 说你们说个说法 杨海啸到底怎么做 你们能放过我 在广州一个饭桌上 就是那个饭桌上 杨海啸就问 说我妈妈 几年都不出来 已经放弃了财产的这个赔偿 为什么还没完没了 我们常识公安局兴趣的一个带队 他说 他说完不了 就是除非你爸 你妈死 这个事才能完 就说的准确一点 我要财 他们可以讲 我打赢了官司 我要不回来 你不给你算了 我放弃了 那么现在就对我人家瞎 还必须我跟我老公都死去 这个事他们才能完事 现在的情况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一次呢 我就决定了 再次拦截习近平的车 第三次拦截 可能这次呢 要有一定的风险 或者说 可能他安保 还是要比上一次 要这个 要更加紧 但是本意还有一书 只要我不要灭 我可以去批 为了儿子 为了自由 因为不是现在我追着他们 没完没了 而是他反过来 抢着你 控制你家人 然后还得跟我 没完没了 那只好批 这就是我这次 为什么说 我要第三次 拦截习近平的车里 同时跟我一起拦截的呢 还有这个 广州访民陈叔光 来 陈叔光你自己说你的事吧 你说 大姐好 我是来自广州的 从事馆 我的案子 说简单也很简单 就是人为 让这个案子 简单的案子 变成直达 我现在简单的 介绍一下我的案子 1995年10月起 我和我的亲友 我和我的亲友 一共借了560万给朋友 王富强 用于投资开发 位于广州市南春路 41号广州京都长 相助项目 王富强月期不还 我和亲友在1997年 向广州市海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在1997年8月26日 向协助执行人 广州白云城镇有限公司 发出协助执行通知 查封呛素 箱柱楼的项目 白云城镇公司 当时签字表示知道 我是愿意协助 真愿意协助执行的 1997年 我一审胜处 1998年 终审我胜处 1999年 进入了执行程序 原来诉讼保存的财产 依法进入了 执行中查封 2003年 协助执行人白云城镇公司 内经法院同意 非法变卖 法院查封财产以后 法院就通过一系列的 妄法裁定 为这个白云城镇公司 以及他的法人 陈志勇 逃避这个经济赔偿 责任还有刑事责任 提供保护储 我陈述广 党胡胡维权了26年 至今一分钱也没拿到 国家的法律 已经沦为 那些贪腐 官员 谋利益施案的工具 如果我的案件 继续得不到 依法公正的解决 我将和马武田女士一起 前去静静站 南杰瓷政府的策略 向着讨回公道 谢谢 我再补充一点啊 可能我这次因为证据放不出来 我呢给这个我们省长省委书记在八月份 包括驻美大使谢峰 每人我都去了一封信 内容呢 基本上跟我今天要给习近平递的信 是一致的 就是说我告诉他们了 我讲了我的情况 那至于他们怎么办 我到今天没有回应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就补充这一点 还有一位法民 准备和我一起结成了 照网军 不要命法民 光阵私底来说 三位是宗世友 李平老兵 我就是2000年前的时候 我妈有病 然后请假 12天就我聪明了 他就为了把我这个名额呀 给卖了 就这样和我的战友一起维权 在这维权期间呢 就两次判刑 八次刑局 都黑监局就无数次了 这次新平来呀 我就是说 为了有战友 为了也是自己吧 我就是玩命 我也跟你讲了 我也看看 老兵们被你们打压什么样的 小伙子的法民 被你们打压什么样的 不像你习近平 今天在国内 今天是跟你汇报的什么 一切都是各国生平啊 总是太平啊 总是盛事 我叫你看看 中国老百姓 你看盗者不来了 你要跟你 你一定要让你知道 怎么打压老百姓 好的 这个问题 也是我们中国老百姓 受打压 受欺压的一个缩影 几十年了 记得最早 我们为胡燕 维权 胡燕是最早的 访命从上海过来的 然后从那以后 十几年了 就不办了有访命到 到美国来 那个做国际难民 国际访命 这个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那么作为我们民主运动 我们参与民主运动的人 我们的美运人士 我们都应该支持访命 这种国际维权的行为 所以非常难得 王丹博士 今天也到场来支持 马永田 赵广军 还有那个陈淑王 他们的维权行为 谢谢 我们下面请王丹博士 给我们赞 赵广军 刚先有这个机会 我们来表述一下 我对马永田 那几位访民的 敬意和支持 那我记得讲几点 一个就是 我们大家都是在 从事反共的活动 反共嘛 其实并不只是说 针对什么一个政党 还是希望我们中国人民 每一个中国人民 能够活得有自由 有安全 有尊严 那我们刚才听到几位 访民的这个陈述 我们都知道 在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 人民活得没有自由 没有安全 没有尊严 这不只是一个访民 这就是我们反共根本的这个目的 那么我觉得 但是我们反共不能仅仅停留在 这个就是一般的算饭的这种理论上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活生生的力 包括我们像国际社会宣传 就是为什么需要全球围剿公共 我们要拿出一个个具体的例证 让全世界知道 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 是怎么样受到内阁政权的打压 所以像马铃田他们这样的三个具体的个案 这个例子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过去长期做美国政府游说工作 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很需要这样的具体的例 其实美国也好 或者国际人权组织 包括联合国 都很需要这样具体的 非常具体的 detail 这种个案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活动的第一个意义 这些个案我们都需要 要让这些个案让全世界都看到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参加反共的活动 或者需要改变中国是需要勇气的 那么像马铃田女士他们几个 就已经不是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刚才几位都表示说 就是命肯冒生命的危险 也要去向全世界表达 对中共这种抗议 我觉得这种勇气 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改变 或者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是需要勇气的 不过大家没有勇气 我觉得可能什么改变都不会发生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乱车 虽然我个人觉得很不舍 很危险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危险 这危险不仅来自中国的安保人员 还可能来自美国的安保人员 但是几位堂瘾给下个决心 我也算不动 但是这种勇气 我觉得至少我愿意表达支持 而且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敬佩 第三个要讲就是说 长期以来就有些人说这个 说我们包括说本在内 什么什么精英 精英民运草分民运 我在这个要讲 其实民运就是民运 没有什么精英和草分之分 我们也都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们也是学生而已 那么包括王永田他们 这大家都是一体的 其实民运没有什么 这个精英跟草分之分 那么被认为精英的所谓的 这些民运的人士 我觉得应该更紧密的话 就跟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出身和背景 大家都能站在一起 因为我们争取 我还是讲 就是就是旺大的讲当时的整个政治体质的变化 但从根本上讲 我们还是从人性出发 希望每一个人活得有 我还是强调有自由 有尊严 有安全 我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对不对 我们只是要求我们的财产 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安全 让我们作为人在中国活得 能够有点基本的做人的尊严 从这点来讲 我觉得不管是受活大学教育 或者到了什么程度啊 或者是一般的普通的人 其实这个愿望都是一致的 就这点来讲 我觉得我是一不容辞 一定要就是来表达我的支持 我想在未来我们更需要 就是大家都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就是包括这些为唐民的这些努力啊 包括我们争取更大的中国的传练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在一起 那么当然也希望就是三位唐民 抗争行动能够顺利成为 希望能够真的拦截住 那时候我也会在县城 一定会冰的加油打气 遇到任何困难 只要我能帮得上 我一定会 我这边其实以前跟坐进山寨 FBI今天上午 刚刚已经取得了联系 所以需要一切协助的话 他们可能会有这些 但我会在他们做一些解释 这些我们能帮的保证 也希望你们多多保证 那我就表达对 今天的发言 我想相信对于我们网民 包括对一些底层的民众 应该都是一个巨大的服务 下面呢我们就请 著名的人权工作者 吕金花女士 上来表达一下支持 谢谢 谢谢 这些美国的媒体 还有美国的这种人权 还有美国的这种政治机构 跟他们有直接的接触 可能会政府很 怎么叫 就好像很在乎很敏感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访民来美国 要求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一条路走得非常对 你来美国干嘛 你不是享有美国 你中国人自己所要安定的这种生活 而是因为 你在中国大陆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你希望在美国的地方 起码这个国家来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你就这个时候用你的语言 用你的行动 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对吧 我政治诉求 因为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 所以我的物质这些权利 随便被你们 就是剥夺掉 我因为我今天特别想 讲的是这个 习近平到了美国 关于所有大陆的老百姓 现在也不开始反美了 然后呢 这个网上我看了一个条消息 写的这句话就说一次 暂时先不 先不要恨美了 因为从上面的通知 我们现在改成热爱 你看这个网民都有一些的这个帖子 这就说上面得到通知 因为习近平要进入美国来访问 所以这个话题 我们现在讲一讲 其实中美关系呢 本来就是有一个根本性的关键 就是这个制度问题 因为这个制度是习近平一人之上 万人之下 比毛泽东文革时期还要加个更子 对不对 回我头来想 几天前的叫什么李克强的这个死亡啊 就是持有一百的疑点 就是他正常死亡的话 如果是习近平聪明的话 真是正常死亡 可以隆重的举行 你才安抚一些老百姓呢 对你的这个叫什么 对你的这种怀疑 迫害的这种怀疑 可是还不是 还压制老百姓正常的上街 这不就是让人觉得很蹊跷吗 所以就说呀 他这个叫死亡因三百两 所以我们就怀疑习近平 所有的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的命运 都掌握在习近平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这个党的这个权力当中 因为他代表了党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党让你死你就死 所以现在我们老百姓的命运 还不如 你那习近平 你连李克强都不保 何况我们的老百姓 的命和我们的老百姓的财产 所以我们觉得 我觉得八永田 很勇敢 几年前我就知道 几次 他的那个劫车 我们都经历过 因为他本人就在纽约 我们有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呢 支持你们这种 就访民这种 用自己的生命 用捍卫自己的权力来抗争 因为你们这样的行动 才能引起美国媒体 对你的观众 因为美国的媒体是老百姓 多人 就是指着美国 美国人 讲究人权的人 他们很在乎 你这件事情 为什么来发生 而用自己的生命来拦截 说明就什么 这一定已经到了 已经一定到了 要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那共产党不给你解决 你来不抗争 你自己家族都不抗争 谁来帮你解决 所以我坚决支持你们这种行动 你们这三位啊 我都支持啊 一会儿我们看完会 我们继续一下 感谢宇清康女士 那下面呢 就是我们想把那个视频呢 我们放八到十分钟吧 看一看 看一看那个马云天 过去的一些抗争 再帮我来解释一下吧 这段视频就是网东警察 到他那个网东家 然后我儿子在楼上录下来 就是在广州 这个是他们帮我儿子去广州 然后第二天不让走 警察开始主拦 让他们拍照 这个人的 我没听见义我啊 我没听见义我啊 没帮我 我没听见义我啊 我算法了啊 我算法了 我算法了呢 你爸不回你啊 你是外人吗 外人 我上那边睡觉了 那边睡觉了 有病毒没了 啥一个病毒没有啊 有病毒 有什么病毒 你拿着背去哪啊 打就啥? 打的 argent? 闭个家里有个办法啊 谁有疼他的? 别急喔 客人跟他們最爱罗友人啊 做不了 走不了 security 火机出发了 魔力这 gun 你干嘛呢 我就是机器啊 别让我去 你说nya miniature stuff apples 别让我让我去 provides 什么 nosaltres 哎 没有没有那尖籽 怎么说的 我给你揍过烋 我给你揍过烋 别骗 swell agricultural 丝条 您伤心 κα Mc JK 已经做到 来了 牛奶 全天 边 所有 如果 此 lle 过来 你出来啊 我刚才你跟上走的啊 再说什么呗 接抱我啊 接抱我啊 你不想走啊 接抱我啊 坐一样 坐一样 你不去啊 你不去啊 你在这儿 你咋你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呢 不去啊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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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接抱我啊 插我吧 插我吧 步忍大堂 脖队 第一塞 声音 要击破筋来 周深公圣 没错 for отдел 正跑技术 upbringing 管理 结论是谁 不要 t Stamp 求求过 让我ema 来来来 救救我 怕还不动 乱放马上去 不要不要不要 放手往后来 什么不行 他往上 他要打我 最上次的让我帮你 我说还要打我 我没人打我 那我不不行 我没动我 行行 那有人打 行行 那我这不走 那我这不走 我这不走 哎哎哎 哎哎 谁做话的 我可没了 他做的 我这人做的 你要干什么的 我就走 就走 来吧 来 请我再来 我这不走 好 我这不走 来吧 我这玩 中国是个毫无法治的国家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 不是 你如果你要放 就放那个 2023的那个证据票 不要放这些 这些都是以前的 那下面我们是记者互动阶段 有自媒体记者和我们到场的记者可以想把五天女士提一些问题 家一废 你好 你好 我想你说上两次结社以后呢 情况变得更糟糕了 对 雪上僵重了 那你单单这次蓝车以后 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呆起 呆上还是要出 因为我们没有退步 现在不是说 我不想结束这件事 而是他们 揪着我们不放 就是我担心也没有 但是前两次的 其实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是没有解决 那么我现在省部级高官 我都给去信了没有不赢 那也就只好找大老板 没有谁科长的 那我毕业是当妈的 可能我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我了 她一岁半就因为这次强拆 得了第一劫 好不容易治好 她12岁我来到美国 可以说作为一个母亲 真的觉得真的愧对就是儿子 我没有努力帮她成长 而现在别人的父母 留下来的是财产 而我给她留下来的是颇爱 真的 我很愧对她 为了儿子怎么拼都要拼 不放儿子不会结束 我问个问题 因为习近平说上台以来就是说要依法治国 也出台了很多法律 但是你在国内的时候你是得不到法律的伸张 所以你到了海外来主张 并且采取的是一种 应该说也是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去拦截她的车辆 但是你这个危险是很大的 也可能这一次我们再见不着你了 因为你可能就跟美国的警察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意外 你觉得以这么一种方式去解决肯定是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用自己的生命去对待 跟习近平去拼 你觉得值得吗 如果你要说我去跟习近平的去拼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 但是我这种行为 我想这是我的尊严 这是维护我权力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推进中国法治真正的法治国家的一个过程 可能牺牲我一个 我不希望后边还有更多的人来走我这条路 可以说我整个案件是胜诉案件 整个政府法院违法 那么说中国是法治社会 我不相信 如果真是法治社会 23年前他不应该抢我 我在国内上访12年 他们不应该支支不理不给我这份钱 那么我来到美国 我现在是11年 美国 那么我到了大社会 他们也不应该不理我 所以说今天我走到这一步 在他们看来 扣在我头上的是我辱华 而我无非是说点真话 那么我这种举动 这些不作为的官员 或者乱作为的官员 或者抢我财产的官员 他们是在干什么 是不是在辱华 我马敏田被抢了被害了 我说几句真话而已 而他们的行为呢 那么我每次接车 我每次行动 我都会给他们去信 这个责任现在完全落在我身上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在辱华 再一个 我现在唯一的出路 那也就是我拦截习近平的车 得到社会 或者说是公众的一个呼吁 我也希望更多的媒体 能够了解我的案件 能够了解中国老百姓 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怎么样一个法治 权力是如何达到了最高最高的 那个怎么说 最高最高 应该说是 横胀啊 或者是怎么说 利用最有效啊 就是说权力大于法治 那就像我被拘留 说我不回答公安机 公立话 哪有这么一条法力的 你市长一到行政命令 那么公安局就去执行 那老百姓还有什么权力 所以说这次我也不是听 我希望习近平能像他说的那样 心中装着人民 能不能装这次我又会 我的家人会得到什么结果 我不知道 我无法预测 那只能看当官怎么去接受的这件事情 他们是随意的 不是我能做错的 那两个人都不撞在一起了 那么我想问或者说观众朋友非常感兴趣的是 你到底要习近平做什么 你可以不跟他结成命运共同体 你不去接车呢 你到底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这次就是释放我儿子和老公来移民美国 不要再变空 那么我的那个被抢走的财产换给我 我诉求很简单 可能他们释放我儿子就是当官的一句话 而可能要我付出更大的配置生命在下 我问一下 如果你这次不成功 然后你的儿子在国内也乖乖的听他们的安排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的话 可能你的儿子也能够过上这种平常人家的 这种正常的生活 就是说你的那个经济的那个赔偿可能也会没有 没有没有得到诉求 但是呢你能够过上一家的这种正常人家的这种 没有正常的生活没有把他就是孤立起来 不可以跟社会接触 移民受限 工作受限 甚至银行卡他们为了逼死他 他都可以给停掉 因为他现在不正常我当妈的钱出来抗争 如果他正常了可能我这次不会出现 我再继续问一下 我是说如果有这么一个 如果经过这次抗争以后 真的没有任何的效果 然后的话可能你跟你儿子就好好的配合 公安的这个要求 那么看这个时间多少半年一年 是不是能不能公安觉得可以 所以是国内允许你政府允许你 你孩子跟老公都可以来内活 这样的你的这个期限大概是多久 嗯 没所谓的期限是多久 就是你也不抗争了 你也不去闹了 经过这个这次三次不拦截之后 你也不闹了 然后你就说就是关 就是你就按照你的要求 把共产党对你的要求做什么 你按照他的要求生活一个月或者三个月或者半年 是不是他们能够做到让你回处正常的 你觉得他们会这样做吗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他没有权利来约束我的行为 我这次出来抗争也是因为他们对我的儿子 对我的家人下手 如果不对我的儿子和家人下手 我好几年都没有出来了 所以说他们说正常的 不会正常 我不知道如果他们要这样跟我谈的话 我不知道他们的依据是什么 因为没有依据啊 本来我们就是受害者 你停止迫害 还要让我感恩戴德 还要让我感恩戴德 我不会办 我再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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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马永田 这次去金山 带他这个会议上去抗议习近平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努力 经过活动 大家不要关注这个事情 另外也希望马永田 这次我们的格外注意安全 感谢大家的参与